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切万劫难遭遇 我今皆無恩能得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尽度生无生论 也说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圣地 各位圣地 各位居士 大家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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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着 我们现在继续来上 这个 生无生论的内容第五文 第五文就是法戒为念 法戒为念 就是 总为心为法戒心 正念佛时全体法戒 皆念佛 整体的意思是这样 那么它那个 寄送的四句 法戒圆容心体 作为一面心 看到没有 就是我能念佛的那个心 就是法戒圆容心体 看到了 好 来 我能念佛的这一面心 其实是能念佛 其实是这样的 哪怕不念佛 我也是这个法戒圆容心体 怎么说呢 我请问你 你能不能见到 比如说这样 你现在你看到我 往外看的话 看到这个环境 再往外看的话 看整个新加坡 再往外看的话 看整个南亚 再往外看的话 看整个北半球 然后最后南半球 最后看地球 最后人在飘出去的话 就看整个地球 然后看到月球 然后看到 水星 火星 最后人在往外飘的话 你就看到太阳系 再往外飘的话 就看到 恒河系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请问 你能不能这样做 如果有一台火箭 帮你这样做 送送送送送送送 往外送往外送 那你就一直能看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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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OK 能看得到什么程度呢 嗯 等一下 我 我搞不好可以给你一个 就是 可以可以看这东西 说不定 嗯 等一下 看这里 哇 好 算了 这个 不能 不能给你们看 这个 就交出来 好 就是说 往外看的话 如果你往外看的话 你会一直看 那你就是看到一个银河系 再往外看的话 你看到人人的一颗银河系 再来看看 另外一颗银河系 吓死了 那你 一个银河系有几亿个 太阳系 那太阳系里头 这个 有一颗地球 这样子 请问 是不是都怎么在看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 我有一台火箭这样送你出去 你就真的这样看 对不对 那你一路这样看 你整个法界 眼睛你都能看 耳朵也能听 身心都能够投入 也就是说 其实你的心 只要有能力 愿意去想 你的心是无有佛界的 你没有 无有佛界的 就是说 没有界限 你永远永远 就是能够看 宇宙无边的 所有整个法界宇宙 那么这样子 所以 那个 那个你能看的 通通是你 那个心认识 昨天我们才讲的 认识 还记不记得 是你的心认识在哪里 认就是认育 词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呈现的意思 是你的心 认育的呈现 什么叫认育 就是 不用作义 不用动念 自然 就在哪里 借而有心 你就认识一个法界 不过就是这个法界 是你自己的法界 永远就是你 依于你自己的因缘 果报所写的法界 这个法界有多大呢 无边 心无边 法界就无边 了解吗 宇宙 对不对 火箭外外在怎么飞 会不会飞到宇宙外 会不会有 打不上 师傅跟姜叔母 听不懂 宇宙 宇宙就整个空间 Space 空间跟时间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外在的环境 我问你 你的火箭 或者你的火箭 能不能飞到宇宙外 能不能 能不能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啊 勇敢的回答 华人学生老是这样 老是说 有问题 嗯 没有 一直有问题 一直有问题 在那 回答我 不要怕 懂吗 这里头没有人会说 谁出头了 谁怎样 没有 对 因为他跟心一直见 神经 神经 下扯 才不是这样 来 继续 我喝水啊 能不能啊 不能 为什么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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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举手 来 说 还没防御到 还没防御到 才不是那样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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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哪边 好 没有那么容量 没有 原来你们脑袋在想那一个 不是 老再来 不坏 没有坏 没有坏 接近 你是立功线 然后呢 差不多对 但是你应该指出逻辑上面的反备 这才是正式的回答 你说法是对的 那好 刚刚谁 没关系 他当问你没听到 这样 什么 你也差不多对 我们发音也差不多对 来 火箭能不能飞出宇宙外 有人说不行 说宇宙就包含一切了 这样 他回答大概是这样 什么能量足或不足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能量足 能量不足就飞不出去 那异味的能量足不就飞得出去 是不是这样 不是嘛 一定不是 那你不知道有编辑在哪里 谁 谁是要回答 也接近 也接近 师父我告诉你 所谓的飞出宇宙外 那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宇宙之外 宇宙之外 那么怎么 非中宇宙外 那个地方在哪里 那个地方是什么 什么 什么 在逻辑上 那个地方叫什么 法界之外 法界之外叫什么 有法界之外的东西吗 法界就是 就是刚刚那边小姐讲的 融合一切嘛 就是含有一切嘛 法界之外 应该叫什么 还叫法界啊 所以 逻辑上 根本没有一个东西 非中宇宙外 法界外的 永远都在法界 在外里叫法界 怎么会在法界外 如果那个地方叫做法界外 请问那个地方叫什么 叫什么 因为有一个东西能够容纳的 法界能容纳一切中的一切 时间空间一切物质 这叫法界 好了 那你非中法界外 请问 那个火箭不是又被法界外被容 被融入了 被安置在那里吗 那那个不就是在法界内吗 了解意思吗 所以 法界 是最大最大 它叫做无边 你永远飞不出去 因为再出去也叫法界 邏輯上就是这样在定义法界 了解意思吗 所以 怎么会有飞到法界外的概念 没有 但是 对不起 科学上是有的 科学上怎么认知这个 法界外的 他是说这样 他说 火箭呢 再往外飞 往外飞 飞飞飞飞 飞到后来 是什么 飞到后来 空间是扭曲的 空间是扭曲的 也就是说 往外飞的时候 我们如果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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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想说 这个是法界 一般我们是这样想 这个是法界 那火箭往外飞 那飞飞飞飞 诶 诶 这不小心怎么飞出去了 这台火箭 嗯 看一看 奇怪 我不是在法界外吗 没有 没看到 对对对 没看到 是这样 有这样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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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火箭在这里 往外飞飞飞飞 那这个叫做法界 法界 这个叫法界 这个边界 这个边境 叫做法界 这个边境叫做法界 这个边境叫做法界 然后我们就飞出去 我们就往外飞 那诶 不小心 怎么 哇 一台火箭 火箭 这样就好 火箭 这样 那里头的 太棒了就是你 就觉得满眼狐疑 说奇怪 怎么飞出来 不是的 我刚刚问就问这个问题 那逻辑上认 逻辑上说 任何宇宙外还是宇宙 因为宇宙包含一切 对不对 好 但是科学上呢 其实 至少目前的科学 已经不是这样看 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 我问你喔 蚂蚁 你看到哪一只蚂蚁会跳 没有 我们说这个蚂蚁会飞的那种 我们一般叫蚂蚁 蚂蚁会不会跳 不会 蚂蚁不会跳 好 那蚂蚁 从指的这一边到这一边 它是怎么出去 它是怎么走过去 不是这样爬吗 对不对 不然呢 它不能用跳的 也不能用飞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叫做蚂蚁的法界宇宙的话 蚂蚁走到这一边来 会不会摔下去 理论上说会 但是 我们说 因为法界无限大 对不对 所以它走这张纸 无限延伸延伸 所以它永远走在纸上面 理论上就是这样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它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永远走不到边 了解吗 了解吗 是这样子 好 那这样的话 你 不一定 你很凶悍 因为你敢说不一定 科学上讲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说的法界就是 无限延伸 但有个事情是这样 科学上 科学上认为 就操作的意义上来讲 宇宙是有边际的 那宇宙的外 永远无法知道宇宙外 这是什么道理 来我跟你讲 这就是一种逻辑 什么样的逻辑呢 就是这样 嗯 你耳朵没听到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种超音波 或者是说 好啦鬼啦 就这样讲 你眼睛从来没看过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就你眼睛你看过这件事情来讲 你永远不知道鬼到底有还没有 因为科学是讲述实证的 是不是 所以你没看过 永远 他也够客观 他说 我不能认定他没有 但我永远无法论证他 因为我眼睛永远没看到 对不对 这叫做操作型的定义 你透过操作 你必须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 你才能够就那个结论说明事实 如果我操作的结果是 那个结论永远没办法达到 那我顶多就是存疑而已 这就是佛法里头讲的 你能够存疑 但是你不能否定 你比如说你没看过佛 你不能说奥弥陀佛 就科学家来讲 你告诉他说你也没看到 那虽然你没看到 但是你也永远无法证明他没有 所以请你存疑 你不要说没有 了解意思吗 你可以这样跟他讲 跟科学家讲 或者你家里的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学科学的 你就要这种话讲 他一听你讲这话 如果头脑清楚的小孩 他就知道说 这个阿嬷有料 这个阿公有学 鼠鼠有练过不能随便 是这样 了解意思吗 好 那么在科学上认知呢 法界 他就有个认知 他说 这只蚂蚁如果这样一直跑 如果你想像 这个子是无限延伸 无限延伸 那么在数学上来讲 就叫发散 什么叫发散呢 发散的概念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发散就是从来收不回来 收不回来 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问你 有一个数字 不被自己跟一以外除尽 除了自己跟一除尽以外 再也不能被其他第三个数字除尽 那叫什么数 什么数 回答直数的举手 回答直数的举手 哇 少数还记得这个事情 真早就忘不忘了 对 直数 直数就是说 比如三 三只能被三除尽 也只能被一除尽 比如说七 比如说九可不可以 九不是 九会被三除尽 对不对 会被九除尽 会被三除尽 会被一除尽 直数 直数是只有被自己除尽 也只有被一除尽 这样子 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这两个数以外的数把它除尽 这叫直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十九 是不是 是 三十一 是不是 是 三十七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应该是 我当时是以十净位算的 以十净位算的 二净位不会有三 不会有七 只有零一而已 好 那好 我们再想 一百零七 是不是 四 是不是 好像四 好像不是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好 你就一路去找 这叫数问 一路去找 我请问你 有没有最后一个直数 这个事情可是困扰了数学家 困扰三个四季 有 居然有 他是用电脑大数 大 大一个计算 最后才能得到这个答案 好 这个我们就不去谈内容了 这就叫收敛 懂吗 你会找到最后一个 end 没有往外 是这样 如果我没记错 据说是 能找得到 好 那我们一般想像是 照说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应该找得到 对不对 实际味的概念里 居然说有 我没有记错 对不起 可以再查 可以再查 也就是说 没关系 有也好 不有也好 不影响你现在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 如果你找得到 那叫收敛 收敛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边的意思 无边有边 对 照那你就结束了嘛 对不对 那叫收 数学上叫收敛 物理学上叫做有边 佛学上叫有边 了解吗 那如果它续续续续续 永远找不到 永远一直发散 发散出去 空间上也一直 space 也一直发散出去 那就是发散无边 了解吗 物理学要透过数学的计算 来证明空间 到底是收敛的还是发散的 这样就听得懂了 那到底怎么会用数学去算 是可以的 是可以去算的 这样子 你已经进入到最深 目前人类最深刻的 相对论的概念也不难 相对论不用那么难 当然也有点难 但在这方面一般性的理解 也不会那么难 我观察说 有什么把我这个东西来了 好 那么 人类经由计算的结果 他发现 人类的空间渠度 是收敛 意味着什么 会有个结束 这样你也听得懂了吧 收敛 什么叫空间渠度收敛 来我问你 这只蚂蚁如果在一个全平面的纸上面走 然后我们又说 一切的宇宙包含 包含所有一切 那只要蚂蚁走得到的地方 都叫宇宙 对不对 再怎么走 只要他走得到 就叫宇宙 对不对 而且很差 这个 他走的是永远在平面上走 换句话说 他在怎么走 只要他走得出去 那就永远在宇宙啊 那就变成蚂蚁的宇宙是发散的 没结 没边 为什么 他永远走得到啊 走得到就叫宇宙 对吧 对不对 但是 如果蚂蚁走成这个样子的呢 他是走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走在一个空间是圆的呢 他有没有走出去 他永远在走啊 土拨鼠你玩过没有 那个什么 一直在圆圈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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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好累啊 从那边跑出去过 有没有 如果蚂蚁是走的空间是这样的呢 请问 他有没有走出去 他的边界是不是永远这样子 这就是他的宇宙 没有外面 没有外面 那个外面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你的生命 这只蚂蚁永远走不出 这个平面外的空间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的宇宙就是这个 因为那是他完全 他能走到的地方 走到的地方才叫宇宙啊 才叫法界 是不是 是不是我刚刚已经讲了 对不对 你走得到的才叫法界 对不对 是的 我请问你 如果你就是那只蚂蚁的话 你的法界就是这样 外面是什么 没有意义 因为你永远touch不到它 你永远不知道它 在物理学上讲 那种问法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永远touch不到它 了解吗 这完全符合佛法 佛法说 人法界跟鬼法界 理论上一般正常的人 是不交叉在那里 所以鬼 鬼现在很多 你都比人还多耶 洗的蚂蚂蚂蚁 你没有看到 没有 没看到 但是呢 他的法界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的心 作用于他们 说 请他们来听 或许我眼睛也看不到 但他们会感动到 他们会来 这样了解 但是跟你来讲 好端端的 你的法界跟它 永远无关 知道吧 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心 就在物理学上的空间来讲 你的心 就你的物理学的空间 来说 就你来说 你的空间是无边的 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无边 但也仅止于你的心无边 跟鬼的无边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个别有法界 了解吗 那么我认识 我有一个师弟 师弟他有一个群 有一个信众 那个信众是 刚在开第三眼 他刚开第三眼 他不是修来的 他是天生感应 感应越感应越明显 他刚开第三眼的很好笑 他常常在高速公路开车 会想要紧急煞车 会吓死他 为什么 就在高速公路上面有高楼大厦 高速公路上面 后来他才知道 那是鬼的高楼大厦 不是人的高楼大厦 他常常看着看着 怎么想要刹车 为什么 前面这么有房子啊 高速公路上面 怎么会有房子啊 吓死他 满身冷 高速公路你不能刹车 那后来他就越来越清楚 那不是啊 那是鬼的房子 那是某一道的鬼的房子 鬼的层次还好多 你知道吗 有的鬼 那种高楼大厦都没得住 他只能在树 树丛里头住 他树丛里 他看到就是 就是他的高楼大厦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你看 这法界是个别个别的 那只蚂蚁 他走在他圆圈的法界面 跟我们认识的是完全不同的 但那就叫收炼的法界 那么人类的自我计算的结果 发现我们等同类之蚂蚁 我们的空间也是一个收炼 换句话说 我们的法界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它有着自己的界限 这样听得懂吗 这蛮符合佛法的 我们人的法界不可能跑到 有它的界限不可能跑到鬼的法界那里去 对不对 是的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些都是最先进的 所谓近代物理学 他渐渐去理解这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偶尔会看到 达埃喇嘛会约科学家聊天 他们在聊这个 不是在喝咖啡聊是非 不是这样 了解意思吗 他们在谈这个 所以现在的物理学家 他渐渐的体会到说 佛心真的很厉害 他讲的东西 大概就是物理学慢慢touch down的整理 就是空间 空间是扭曲的 人类永远在他自己的空间内跑 跑了后来结果发现 空间既然是扭曲 人类怎么跑 就在那个扭曲的表面上跑的 最后是在自己的空间 收敛的空间里头 形成自己的法界 概念中你的心是永远无边 没错 但是无边再怎么无边 对圆圈来讲 他本来就没有边界啊 是不是啊 对于球来讲 本来就是没有边界 所以也符合无边的概念 但是无边却是什么 却是有界限 诶 这样听听懂懂吗 懂意思吗 无边但有界限 圆球的表面有没有边 没有边啊 一张纸才会有边啊 对不对 一颗球怎么会有边 没有边 但有界限 有界限 就是球表面上就是他的界限 表面外有表面外的东西 你永远不知道表面外是什么 也不用猜 也不用担心说表面外应该还叫宇宙 不 对你来讲永远不是 因为你到不了那地方 到不了的就不能成为宇宙了 我说过了 对不对 你到得了了才是 啊 这样子就是很清晰的一个法界观 这个法界观符合主师 古来主师 在禅定中 或者在佛学 哲学里面 大多所认知的概念 所以你看 法界的圆融心理 什么叫 什么是法界圆融心理 他这里当然不只是一半的空间 space 这样简单 他在提什么呢 他在提法界就是我们讲的宇宙 一切 包含的物质的心灵的都叫法界 你感受得到 你眼睛看得到 听得到 耳朵都到 身体走得到的 感受得到 这一切 我们都统称为法界的内容 但是为什么叫圆融心理呢 为什么叫圆融 圆融的意思是指 具足了一切真理 具足了一切佛法所认知的真理 这个真理呢 它更扩张为人以外的真理 也就是说 当讲到法界圆融的时候 来我问你 你现在是人是有人法界 对不对 如果你正阿罗汉了 那不就是有阿罗汉法界了吗 是不是 菩萨就有菩萨法界 对不对 好 那菩萨阿罗汉 阿罗汉的战前不表 菩萨的话是发心六道众生度去度的 对不对 如果他发愿去诸的众生那里去度 他就要献诸的法界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缺 当他要进入到诸的法界去度众生的时候 他的诸法界有没有缺 就是诸 就我昨天还讲台中的那个诸 有没有 他怎么说 他说 你怎么忍心这样对待我 这好像常常老婆对老公这样讲 你怎么忍心这样对待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只诸就是诸啊 整个就是诸法界 对不对 没有缺吧 是不是 菩萨要到各个众生的法界去度众生 会不会有缺什么 圆容啊 圆容啊 他到了那个诸法界去 或者地狱法界去 他会不会突然间忘记了佛法 或缺乏了佛法的真理 会不会啊 哎 圆容啊 圆容啊 都有啊 是不是 所以 你要知道 心体只要你善用它 任入任何的法界都是圆容的 那 请问 阿弥陀佛都成佛了 他的法界有没有圆容 圆容 那是果上圆容 你呢 你 这是一真法界 所以他能圆容 就是一真法界 我们心有没有一真法界 有没有 第一门就这样 我们的心就是一真法界中 法界门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圆容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说过 镜子不能照东西 但是镜子那个玻璃体是从来没张过的 对吧 对吧 佛就是镜子干干净净的镜子 众生就是镜子上面有尘埃的镜子 就差这个而已 就镜子的体来说 佛的镜子的体干净不干净 众生的 哦 体啦 干不干净啊 哦 不干 那个是外表不干净而已 它那个镜子的玻璃体还是干净的啊 你把它擦干了 擦干净的镜子好好的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所以佛都圆容不失一心体 那请问众生的 圆不圆容 圆不圆容 圆容 这样够清楚了吧 这样讲听得懂了吧 打死都不怀疑了 懂吗 要这样才可以 那这样 好 你做我一念心 对吧 做我一念心 故我念佛的心 全体是法界 有没有看到 哎呀 就整体都在法界中 一句奥利陀佛 整个法界都在奥利陀佛 有没有 对吧 请问这样念佛能不能度众生 能不能 就对了 还行什么 所以说你就知道说 我们在人间行菩萨道 不能忘记念佛 当然你说 那这样是不是我就专念佛就好 我不行一般意义上的菩萨道 不行 因为一个是理 一个是是 理是要相及 懂吗 理就是念去阿弥陀佛 就能够利益一些众生 但是必须用事来互相搭配 也就是你做任何的布施慈戒 都是念佛 是真正讲 要这样讲才好 懂的意思吗 因为这样事理相及 何以故 因为你的玻璃心体 没有被污染 但上面的尘埃是被污染的 所以我们造出去的东西 还是不清净 不干净 不专注 对不对 同样的 当然念佛也不清净 不专注 不不不 没有那个大功德的 这是第一种 就能念的我们来说 我们身上还是有污染的 对吧 所以还要做一些事项的 布施慈戒 忏悔 慈戒 这一例的事情 来增上我们的心体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 从我们能做 能布施 能供养 能施以佛号 我们主观来说是这样 但是从受者来说 一切众生不也是这样吗 他也是受污染的 对不对 他也是模糊的 对不对 他也是在男女物质 金钱 名利 得私当中 跟我们一样 望起分别的 对不对 我们还好一点 我们开始听经文法 我们稍微会减低一点 对一般的反复 他在执着到不行 对不对 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或死掉的老公 或老婆 或者过去的冤亲再者 或者过去的爹娘 他可能没学佛 是不是这样子 他可能正在受苦 他是坚持在那里受苦 请问 你能感恩他 他眼睛都闭起来了 他的心体固然跟佛一样 可是他的诬告好没有减少 而且他还没有像你我这样听经文法 对不对 他没有心开意解 对不对 那你说你念佛要加倍于他 对眼前的他来说难以受用 不是佛号功德不足 了解意思吗 有人说 阿彌陀佛这么慈悲 他干嘛要叫我们念佛啊 他极乐世界成就之后 用手这么一扫 就把所有众生都扫去 极乐世界 他这样讲的 居然有这样说法 慈悲要慈悲到底才对啊 干什么还叫我们念呢 好麻烦啊 你看看 他讲成这样 他整个众生都不用修了 诸佛修完众生自动成佛 按照他的邏輯不就这样吗 是不是 怎么可能不可能 因为我们眼睛闭起来 我们被绝合成 被那个绝 被对那个觉悟 佛佛觉悟在那里 我们被对了他 然后我们合于尘埃 对不对 我刚讲的镜中的尘 镜子上面的尘埃 我们合于那个尘埃 我们拥抱尘埃 远离觉悟 所以他在怎么呼唤你 总之在你背后呼唤你 你老是不知道他 就这样子 所以他手在怎么 怎么扫 扫不到你 所以他手干脆放下来 很累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不能用这种逻辑来谈 哦 那佛慈悲 干嘛叫我念佛 我那么念不好 你一路把我扫 都扫到极乐世界去 不可能 因为我们 那还是要相互相改的 心要相改 我们正在背绝 合成状态 所以众生都这样 你说你一句佛号验就好 就可以让众生得利益 众生难以这样得利益 不是佛号功德力不足 是他在背绝合成状态 了解意思吗 你比如说医生的药好到不行 你的嘴巴就是不吃啊 你要那怪什么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佛号好到不行 众生没那个胃口啊 所以你非得要用善巧 去开解他 去开解他 比如说 不施持戒人 如金金禅定 智慧 善巧的说法 等等 这类的六度万恨 去度众生 在度众生的同时 他减低了尘埃 而你呢 更减低成来 利他即是利己 懂吗 所以你也在治愈 唯有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一直翻转 你才能越来越知道 全体是法界 是什么意思 不然它只是一个理念而已 要事修才能知道 但是就理来说 就是这个意思 正念佛时 整体是法界在念 因为一念心就是法界 你念念心念佛 那念念心就是法界 那念念佛心是法界 这样懂吗 所以正念佛时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既然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那法界是你的心一念所造的 那你这一念心正是佛心 那法界也正是佛法界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叫做全体是法界 全体是法界 其实也包括什么 包括造恶 造恶也是全体是法界 因为你的心在恶当中 你看看那个造恶的人 他招感的人就是恶人 是不是这样子 最后他招感一个地狱 他就会去 因为那是他的法界 所以地狱 不生不灭为人之造 地狱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阎龙王非得要等的 造一个地狱等女去 不是的 只要你的心地狱相应 地狱的相就现前 阎龙王的相就会现前 你召唤他了 你不召唤他 你召唤他了 你召唤了极乐事件 灵命忠实正面现前 决定往生极乐 了解的意思吗 好 那么接下来是 这个记者的总说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他的论语 行者称佛名思 作佛观思 作主判依正观思 我们之前讲到 主就是奥仪陀佛 拜就是我们这个众生 极乐世界的众生 对不对 主判 主判的依正 依正我们说过 依就是依报 正人正报 来观察依正的庄严不庄严 这个时候 修三种敬业死 那么 就是所谓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 这个时候 一心不乱死 散心撑佛死 各种样子 因为戒而有心嘛 即是法戒 对不对 所以任何一个心 以至于见思浩浩 恒沙烦恼 凡有死心 皆由真 如不便随缘而作 全体即是法戒 对不对 所以说 不是只有念佛 才是全体即是法戒 当下这一念心 吾有福戒 吾有边界 当下这一念就是法戒 大家在讲的 全体即是法戒 对不对 好 先说这个礼是这样 是故法治大师允 我一再地说 这四名尊者 当年在写 这个智尔大师的观经悬议的时候 他说到 法戒原容不适于心里 作我一念之心 应付具体 作生作佛 作依作证 若来者于心善事 何况念佛心不 就是说 你平常烦恼心起 颠倒众生心起 就是法戒心了 何况你正一心念佛之事 当然是 一心是法戒 他在讲这个 对不对 不过差在哪里 差在你平常生生念心 烦恼心 德思心 小人心 思心 乃至于地狱恶鬼心 都可能 是不是 是不是 杀到一旺就是地狱恶鬼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 其他真知就是地狱恶鬼 那如果其念好心 想要助人 那是天人心 那么再其念觉悟之心 离遇之心 可能就是身为人心 再其念未必一切众生物 愿意牺牲自我的一切 哇不简单 那是菩萨心 那切而有心 念念有心 就念念召干一个法戒 但是他不稳定 他变来变去的 今天这个 前一插那这个念头 后一插那那个念头 是不是 所以他不稳定 但是如果你念念念佛 耳听佛号 口真佛明 意念这师父所讲的 这个净土生物生物的道理 直到这一念心 念念专注的念念佛心 念念佛心 念念专注 念专注到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个时候 世心自佛 稳定在哪 世心做佛 就稳定在哪 这个时候 法戒人 能念佛之心 就现前 稳定地呈现在哪 那么能念的心 即是佛心 所念的佛 即是你这一念佛心 能念所念就相呼应 感应道教 就不可思议了 那必须要是稳定状态 稳定状态是什么状态 是一个一心不乱的状态 一心不乱状态 难说 不全然是指个禅定 有禅定不一定 不一定是指我们的一心不乱 但一心不乱 确实是一个禅定状态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一心不乱是禅定 禅定不得一心不乱 要先知道这个道理才可以 好 愿是中华互生结会 定时佛朵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行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事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人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人区于宜兰共有四处人区 新北有一处人区 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物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拥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物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韩学层的活动 筹集清韩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协、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付出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孩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职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猫、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职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开设台球课程 日期1月20、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 或06271-6612、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请事先报名以立老师准备教材 佛教慈悲至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祈福神舟忠明护法供养 即消灾超建法会 日期1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佛前大贡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煮法 中午12点岁末感恩联谊餐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13点半开始 奖金在家律学塑药 送阿弥陀金蒙山诗石 消灾超建回向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第五番地藏四 弘法大师 欲勇哥 六道地藏大菩萨 引导我们吧 此事来事 地藏四 三号五进山 愿号庄严愿 红法大师奉索俄天皇的赵令开山而见 并亲手雕奉一尊圣君地藏菩萨 像高一寸八分身披铠甲右手执杖 左手执如一宝 骑于马背 因形象威猛自连仓时代起 他就被武士家族作为地藏菩萨供奉 以祈求战争胜利 圆异经 八须贺宫等武将 都对其信仰深厚 琢俄、淳和、人民三代天皇 都曾供奉这座神社 在羽田天皇时期 敬寒上人 根据雄野权献的神域 精心挑选陵墓 雕刻出一尊二尺七寸 约八十厘米的严密地藏菩萨 并将弘法大师亲手雕刻的 圣君地藏菩萨 安放在其内台内 成为现今供奉的本尊 圣君地藏出自典华三昧经 其形象是头戴必尽空脊皱 身着随求陀罗尼凯 并佩戴金刚制大刀 力着发心修行帆 手持斩恶业烦恼君之箭的影子 地藏菩萨的分身一多 有六地藏 即是地藏菩萨 保楚菩萨 保守菩萨 十地菩萨 保印菩萨 兼顾义菩萨 还有地藏六使者 燕魔使者 持宝童子 大力使者 大慈天女 保障天女 赦天使者 而严命地藏 圣君地藏 不在六地藏 六使者之中 可见化身之多 地藏四的山门不大 然而悬山市屋顶 无尽山的蓝色匾额 却格外鲜艳 山门两侧 供奉的不是人王历史相 而是天王相 步入寺内 修行大师御尊相 就处立一旁 旁边还有纪念碑文 地藏四 寺中有水禽窟的设置 可以听到像古珍一样的水滴声响 铸足正殿旁边的水子地藏向前 往守水波洒水时 落下的急水声 就有如明寝一般 洗涤着遍入旅人的心里 水子地藏背后的八角殿堂建筑 也是亮点之一 其内供奉着金色观音立像 地藏寺的镇殿 已被指定为国家有形文化财产 镇殿右侧 有不动堂和会比寿堂 合二为一 以回朗相连 镇殿的阳台上 供奉着冰头颅尊者 参拜者用手轻触冰头颅尊者的头部或掌握 再抚摸想要治疗的部位 效果会很好 映入远连 一棵参天的银杏树就注立在本堂之前 相传此树为大师手值 树林已经超过八百年 春绿秋黄东凋裂 当为丰福过行业 满树的饭场 余光中 仿若佛陀当年 在梭罗双树下入灭时所言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地藏寺大师堂的部分 装饰非常绚丽多彩 这种装饰很少见 大师堂也被指定为国家有形文化财产 四眼上雕刻着展示玉飞的凤凰 令人惊叹 大师堂的右边是弹导堂 供奉的是能驱除各种疾病的守护神 嗯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山门左侧沿着参道十几而上 沿途风红荒叶 经过极静的墓园与阶梯 极为文明的奥芝院五百武汉堂 始建于1775年 但大部分毁于1915年的战火 现在的殿堂是从大正至昭和时期所建造 历经了三次重建 罗汉堂是一座摩字形的建筑物 以廊道互相连结三个主殿 中央为释迦堂 供奉四丈高的释迦摩尼佛坐像 右侧为大师堂 供奉弘法大师空海的坐像 左侧为弥勒殿 供奉弥勒菩萨的坐像 供奉弘法大师空海的坐像 走进罗汉堂 时光在罗汉象的痕迹上宛如停滞 游进黑暗的长廊里 光影闪烁中 美尊卢汉造像的表情也生动起来 或笑或怒 顺目中看尽了人身百态 宛若在对片路的旅人探寻真心一般 空海大师曾说 行路未小 其道临来 善然泪下 阴阴地提醒人们 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流泪也是一种勇敢 因为人身百景 正同片路 无所定欲 所以地藏寺的本尊 虽说是圣君地藏菩萨 然而引人向往的 还是得说这里的五百罗汉 故此寺 又别名罗汉寺 就连寺院本身的所在地 也被命名为罗汉 对当地众生影响之处可见一般 以无尽大愿著称的地藏菩萨 宁愿度尽一切有情 地具有如同大地般 安忍不动之一 而藏就代表 生静秘律之一 所以地藏 就是代表 具有如大地般 广大悲心的菩萨 在安部当居 巡礼片路时 请照顾脚下 观照信念 学习大地承载万物 包容一切的胸怀 即使身心疲惫 但也获得了开悟的力量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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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